你死 段大侠真是好伸手 你点了我这么多穴道 干脆把雅穴和四肢也一并点了吧 我就不能说话不能动了 你身上还有多少暗器 热客多得很啊 连我自己也记不清了 要缩我的身啊 这样搜多麻烦 段大侠何不将我的衣服脱了 炒起来更方便一些 你 段大侠将我抓来此处 可是为了我这张脸啊 那个叫陆修文的 是不是你的心上人 你就是陆修文 你不承认自己是陆修文 那你倒是说说 你叫什么名字 只有我未来的娘子才能知道我的名字 你要叫我为妻吗 我昨夜赶回客栈 却发现柳翼平安无事 定位遇上魔教的人 哦 那他运气不错 你昨夜说的话 到底是真是假 你我正邪不两立 我难道该同你说真话吗 你是失了记忆才会如此 等以后恢复了记忆 我记得一清二楚 我是天绝教教主的徒弟 将来要继承教主之位的 与你这正道大侠 正是不死不休的仇敌 你记得天绝教 记得教主 却多多不记得我 也好 若没遇见我 你就该是这般模样 不会被废了武功 受尽病痛折磨 或许这样更好 不过是 忘了我而已 你 邓大哥 邓大哥开门 我以前没答应给陆大哥治病了 邓大哥 来了 都别客气 坐吧 陆大哥 你身体现在怎么样 柳兄弟 起来 先让胃前辈瞧瞧 哦 身体可有不适啊 没有 一切都好 你还记不记得 你是哪里人 怎么长大的 不记得了 我父母早云 因为根骨齐家 从小被教主挑中 他教我武艺 把我当继任人选培养 可我探你脑袜想 发现你内力不甚深厚 身为魔教准教主 这么多年的习武积累 内力竟如此平平 那是因为去年在总坛与正道中人一战 我身受重伤 尚未恢复 我教教主是怎么死的 也是死在去年那场大战中 不过教主是走火入魔而死 否则正道小人 岂会赢得如此轻易 此战之后 教中位高权重之人 只剩我与左护法 因此我才与他联手 约定为教主报了仇之后 就扶持我做教主 那么 鲁修炎呢 你连他也不记得了 鲁修炎是谁 是你的双生弟弟 我没有弟弟 更不会有双生的 事无其二 你都听到了 若我猜得没错 他有一个心结 正是被人抓住了这个弱点 他才会受到妖法的蛊惑 什么心结 他与他的双生兄弟 即便是最亲近的人 有时也分辨不出 他们两个人 我想找找看 这世上有没有一个人 觉得我是独一无二的 然后呢 你找到那个人了吗 没有这个人 我没找到 是我 是我当年人错了人 这便是他的心结 卫前辈 有没有办法 普通的方法 怕是不行了 我试试银针刺穴的法子 看看能否让他恢复记忆 有了 干什么 我不要加针啊 我又没病 你们想对我做什么 再过来我动手了啊 我告诉你们 我虽穴道守治 但若拼命反抗 你们也奈何不了我 这要怎么办啊 不如你把他四肢的穴道 也点了吧 倒也不急于一时 先吃饭吧 陆大哥 这个好吃 你多吃点 来 喝 你叫刘毅是吧 对啊 陆大哥 你想起我了 小柳啊 我看你长得讨人喜欢 性格又乖巧听话 你要不要加入我天觉教啊 陆大哥 我已经是青山派这次了 我师父待我很好 我不能对不起他的教导 背板失门 你们青山派 除了你师父父老头 功夫还行 其他人都不成气候 恩派绝学又难练得很 你来我天觉教 我亲自教你功夫 以后让你做天觉教的长老 怎么样 陆大哥 天觉教已经覆灭了 你重建上且需要花费数年时间 很辛苦的 而且正道中人能剿灭天觉教第一次 就能剿灭第二次 到时候你岂不是白费功夫了 你不如啊 就此改邪归正 加入我们青山派吧 这 什么 我们青山派的门派绝学啊 虽说难练 但以陆大哥你的绝顶资质 假以时定能练成 到时候 你就比我师父还厉害了 你就可以做我们青山派的下一任的掌门了 一个是人人喊打的魔教教主 一个是明门正派的掌门人 学那个还用问吗 在看什么书 就从你包袱里拿的 你从前很喜欢看这本书 书里面故事有趣 还让我给你念过 所以这次出门 我也待在身上 睡前多一顿 我说了多少遍了 我根本就不认识 好了 可以是这样 去外边等着 段大哥 你别怕 我以前被医术那么高明 一定能让陆大哥恢复记忆的 但是我担心 魔教左护法之前对他作案 怎么回事 不成啊 他被人下过药 若强行恢复记忆 只怕不是变成疯子 就是变成傻子 那怎么办 只能换些温和的手段了 我开服方子 慢慢化解他体内的药性 你们再多跟他讲讲从前的事 水滴石穿 过得五年十年 他也就想起来了 要这么久 这还是运气好的 若是运气差些 可能一辈子都恢复不了 疼 哪里疼 是头疼吗 那就算了 一辈子想不起来也无妨 可是 陆大哥他 你不知道他从前为我做了多少事 往后 换我来对他好了 药缝开好了啊 按照这个 每日煎给他吃 我这 我得赶紧启程了 不能再留了 段大祥 天好热啊 屋里没有冰块 我要热死了 天狼 不够我再去弄 段大祥 我要买衣服 没衣服穿了 这钱你看看喜不喜欢 这钱也太花了吧 这个太素了 这颜色好吐气啊 段大祥 我想喝绿豆汤 要成东那家老夫妇的店里的 谢来啊 好 我去买 这什么啊 这汤里的冰都化了 怎么喝啊 成东离这里有几十里 我清宫来回也得办住 我不管 怎么这么点小事你办不好 那你还有什么想要的 我去给你弄来 陆大哥 你来我们青山派吗 来给我当师兄吧 有意 你胡说什么 怎么胡说了 陆大哥昨天还问我青山派的事呢 他是想套你的话打探消息 你怎么整日只和小柳说话 是嫌弃我办事不利吗 你这人无趣得很 小柳比较好玩 小柳比较好玩 你说的是 你说的是 这东西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不就是你的枕头底下吗 一翻就翻着了 段大侠的喜好真是古怪 怎么将这玩意儿藏在枕下 这有什么特别的 不就是一节枯树枝吗 这当中有个故事 看来段大侠是打算 给我讲故事了 来 你做得尽些 免得我听不清楚 你先喝药 你先拿闭剑来 给 行吗 此事要从十多年前说起 那一年我刚满十二岁 上员结识同家人出游 被一个黑衣人掳了去 被一个黑衣人掳了去 当时我害怕极了 一路上又哭又闹 那黑衣人当然不会理我 只对我拳打脚踢 我哭一声就挨一顿打 到最后便不敢再哭了 如此过的几日 我浑浑沉沉地到了一个地方 那里机关密布 却原来是别人口中的魔教总坛 与我一起被抓来的 还有不少十岁左右的少年 大家被关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 又黑又冷 谁也不知将来的命运如何 这魔教自然是天绝教了 可是抓这么多人做什么 到了第三日 那一直关着的门终于开了 从外头 走见一个锦衣华服的少年 这些就是师父要的人 我第一眼见他 就觉得他生得真是好看 可他脾气也坏得很 眼睛冷冷一扫 就一辫子挥了下来 这人必定是你的新上人了 你竟是对人家一见钟情啊 但其实 我并非一开始就喜欢他 他是魔教教主的爱徒 且总是对我非打击骂 有一次 我不小心 你得罪了诱护法的人 你得罪了诱护法的人 他若不抢先打你一顿 诱护法定会找机会对付你 到时候你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是啊 可笑我后来才想通这件事 还有那次 他让我去抓一点 等等 你说的是通身金色带黑花纹 眼睛是红色的小金蛇 不错 我养过那蛇 那可是不可多得之物 你被咬上一口 等于白白增了数年功力 这人把心思浪费在你身上 真是宝天天物 我从前不知 我从前不知 如今才明白 这人对你一番苦心 你只要未曾辜负了他的情意 那也不算什么 可我平平就是辜负了 可我平平就是姑父 我不成了 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有人偷了教主令牌给我 你那新上人偷的 是 拿着教主令牌的人 必是有重任在身 看守之人 确实会放你离开 不过教主事后追究起来 必定是雷霆大怒 他后来怎么样了 他被教主废了无功 欲不可及 若换作你的话 又当如何 我当然不会救你了 任你被教主吸干了功力才好 你是死是活 与我何干 若他也同你一般 那就好 这枯树枝还你 你讲的故事太过无趣 我不听了 还未说到这东西的来历 不过是枯树枝罢了 随处可见 也没什么稀罕的 我去找柳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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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时只剩下半年的性命了 等不到来年桃花绽放 便让我折下这树枝送的 当时我还到 桃花都快泄尽了 一节树枝有什么好看的 他却像是很欢喜 将那桃枝凑至鼻端 深深以绣 那一刻 我仿佛当真看到 有桃花在枝头绽放 灼灼几话 眼力无双 后来我总算明白了 他的心意 也忍清了自己的心 也忍清了自己的心 却来不及了 我跟他认识这么多年 竟只送过他这一样东西 你怎么跑来了 你之前不是和我说你读了一首诗 所以想在雨天的时候 去看看那池河跳雨 散了珍珠海聚的景色呢 这是今夏的第一场雨 我这就陪你去吧 有什么时候看的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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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您终于来了 管重贤 林盟主 副长们 段贤侄 好久不见了 林盟主怎么跟我师父一起来了 正好有事跟副兄弟商量 我就同他一道来了 大家坐下说话吧 段兄弟说得不错 林某也认为此番魔教之人泄露行踪 乃是左护法部下的陷阱 那魔头既然下了战铁 咱们就不得不接下 否则任凭他们为非作歹 只会惹来更多血腥杀戮 连魔教教主都已身死 一个左护法有什么好怕的 魔教妖人诡计多端 要提防他们暗尽商人 无论如何 也是要去魔教总坛一探究竟 不错 那我们就不耽搁了 明日便启程吧 此去魔教十多日路程 陆秋文怎么办 对了 师父 林盟主 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朋友 之前被魔教妖法控制了 失去了记忆 以为自己是魔教中人 不过如今在我的宣说下 正打算改邪归正 欠头名呢 是何人 林盟主不必担心 此人已被我封住周深大学 无法施展武功 且我日夜在旁刊馆 不会有事的 那就好 等我们抓到魔教走护法 便让他为你们的朋友 解开这要术 二位前辈远道而来 舟车劳盾 时候不早了 早点歇下吧 好 师父 慢点 稳重些 我们好久没见了 我有好多话要和您说 您跟我住 点赞 宝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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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大侠怎么愁眉不展的 可是有什么烦心事 看来此事与我有关了 让我来猜一猜啊 我刚才在门口看了一眼 今日来的这两个人呢 不自慎清 目中金光湛染 想必都是武林高手 其中一个是小柳的师傅 另一个的身份肯定也不简单 你们关起门来说了这么久的话 定是在商议如何对付左护法了 然后你们明日就要接着赶路了 但是该不该带我一起走 却令你为难了 是不是 不错 我担心半路你突然发难 我治不住你 若是让你留下 又没有妥当的安置之处 其实此事容易得很 我既然落在你的手中 自然是任你处置了 你只要 只要让我出不了这个门 不就好了 你别胡闹 难道是我会作异了 段大侠不喜欢我这张脸吗 时候不早了 该休息了 段大侠不一起睡吗 这些天你怕我逃跑 不都是和我同他而面的 我还有事 先去外面转一圈 放手 我 我 我 你那心上人不是这样教你的 那 阿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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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当真不喜欢我吗 手 阿玲 southeast 你 要你 eta 他 我的 可能 你这香囊上 怎么只修了一只鸳鸯 是你那心上人送你的 我爱闻这个味道 先上再一遍吧 不行 我答应过师兄 除非我死了 否则绝不会取下这香囊 段大侠确定要 一直戴着这香囊 待稍候你我忘情之时 却要挂在哪里呢 你 阿琳 你再磨磨蹭蹭的 这天可要亮了 那你再艰死去 陈备 有 你再那一遍吧 我再给你 看我 時無波鈴聲 這就是塵塵 天月昏 少年只守夜奔 時未及覆唇 繞千千紛紛 再相逢 心事何似古人 當時轉身 不問錯言不成問 這藏枝 千一眼秋桃茶那春 何必當真 愛恨如廢話無根 便當真 笑裡多其他三分 淚濃萬村 深淺悲風流沫 夢中來人 即我天真 與你方仁 偷得片刻歡喜亞真 何方作 阿心間惡人 時事名聲 荒唐時不敢問 春上余溫 冬破驚懷 從容不捨 奈何橋遍情厚歸美 今思人間 將斷緣非 雲天空荒唐時不乾淨 Zither Harp 当时残忍 破口错言不成文 一只空 怕难见心里赴来春 我偏当真 爱恨如废话心根 雪未冷 像人间落雪无恨 美梦分 前前对风流梦 梦总来人 奇我天真 一念放人 偷得片刻 欢喜呀真 何况做 他心间恶人 世事隐身 荒唐虚不敢问 春山余温 冬佛今昏 从容孤身 奈何桥边情后回门 今思仍前将断缘分 作者一天 春山佬 冬余温 冬余温 秋山佑 冬余温 空分 春山余温 长沉 万般尽首空分 只不看折 忍不堪问 虔诚纷纷 有千当时一片眼神 不错愿 重患那一生 爱恨如根 长生中长离春 几下成魂 心间半春分 复落成婚 再舍房几岸细动阵 买书桃花 念念回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